溫泉池冒著白煙滿滿硫磺味 民眾整個身體浸泡在裡面超紓壓 寒流席台北投露天溫泉越玩越多人 有人從外縣市來 甚至還有外國民眾專程來體驗泡湯文化 非常好 非常好 很熱烈 很熱烈 對 從來沒有去過 還不錯 滿舒服的 我覺得滿多的 除了大眾露天池 溫泉飯店的湯屋更是一防難求 業者特陸週六朝上八點持續到凌晨兩點 預約全滿 平日湯屋需提前三四天預約 假日湯屋更需要提前一個月才預約得到 十月開始是我們北投 這個溫泉的旺季 平日基本上都達到八到九成的一個住房率 週末基本上都是客滿狀態 直到過年期間都是一防難求 泡湯暖身促進血液循環 但也要注意下水前先吃飯或小點心 避免空腹泡湯 以及飯後最好休息一小時 避免吃飽後馬上泡湯 尤其一定要適時補充水分 泡湯的時候血管都會放鬆 那你這時候心跳就會加速 身體的每個組織的需求都會增加 吃太飽泡湯的時候 有時候血液循環 一下子沒有辦法很均勻的去搭配 另外專家也提醒泡湯前避免食用麻辣料理或飲酒 以及泡湯後因適量進食補充能量 泡湯放鬆疏解疲勞 但也要了解注意事項避免傷身 解王志文 楊宗彥 台北報導 我是劉佳 我喜歡與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時事 國際脈動 財經動態 還有氣象資訊 最接地氣的新聞台 讓你重要消息不露階 聊天的話題也不脫鉤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式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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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